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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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讲说我们现在人力方面新兵备好 迈开军旅的第一步 然后有的是说我们保障兼兵 强训火热展开 或者是说他们现在 73军团加大展开的专业训练 然后让这些专业官兵的能力能够再提升 甚至还放了一段影片 我们直接来看看 这段影片也是东部战区放上的一个影片 他们是说海军某护卫舰的支队组织舰艇编队 去训练的海域展开海上的跨咒业训练 在检验官兵的技术水准 这也不断地在提升 然后锤炼编队的灵活作战能力 当然也是对外释放一个讯号 就是现在正在积极地备战 而且是一种跨咒业的训练 另外我们看看 马祖不是前阵子被插了五星旗 就是人家说是一个无人岛 所以就有人在解读就说 现在可能这个讯号代表着 未来中国大陆不管你什么金门上空的空域 而且现在叫做实验 其实它就是要把这个钓鱼台的模式 搬到金门马祖 再把金门马祖的模式 未来会不会扩及澎湖东沙岛 甚至扩及到台湾的西海岸 这搞不好是有可能会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 那亮哥就讲说 你看大陆的海警船还接下了炮衣 这是有讯号的 这赖清德得要好好思考 因为大陆的表态就等于是 准备好对着干 到了六月下旬开始是渔汛期 七八月是旺季 陆方上千艘的渔船出动 而金门只有四十九艘 那最尴尬的可能就是海巡 可能不光是 我们看到刚刚那边那样子 类似的状况 如果密集的穿梭在 这个我们自己划定的这个 惊吓限制水域的话 那到底海巡是要怎么样处理才好呢 他说准总统赖清德要反手出招 可以干脆考虑撤军吧 那他说或是丢出更大的善意 跟对岸谈一谈 比方说盖一下静下大桥 否则等到刘武殿的航道 舒俊豪 我们可能接下来面对的就是被压着打 或者是说 国际的一些货轮要进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呢 是不让人家走嘛 恐怕也很难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美国的智库他现在警告 他们算了一算 台海如果冲突的话 美军的关键弹药库的库存 撑不到七天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 这个战役可能就要结束 库存是如此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说 我们的这个天然气的存量 可能你大概只有11天的存量 如果围起来的话 我们台湾没有任何的天然气 再进来的话 也就11天 换句话说 就是当两岸发生冲突 就是一两个星期 可能就可以决胜负的 最慢 感觉起来 所以这个是美国告诉我们的一些讯号 那现在看看这个中美的对抗 解放军 他们这个央视的军事有报道 他们的中国大陆的空军的轰炸机 然后尖辑机 多型的战机到西太平洋展开 远海训练 那任务就是把中国的轰6K 战机第一次飞出第一岛链 1000余公里 一个小时之后来到了公车海峡口 有两架外国的军机正在逼近 那中国大陆的军机就亮肚皮 亮肚皮的意思呢 就是给你看看 我肚皮底下有怎么样的一些导弹 就是展现一下这个火力 展开这个威吓 所以这个战机亮肚皮 我们就拿一个示意图 通常是对于附近的飞行的一些 比方说外机 来展开一些威嚇 给你看看我的武器有多厉害 那大陆还有两艘军舰出现在台湾的东方海域 日本的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将要访美 所以美日海军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配合 日本也要开始武装西南诸岛 那因为美国要撤出第一岛链 所以第一岛链都要自求多福 这个日本也好 或者是台湾也好 现在都开始要积极的变成像美国要来武装 我们变成刺猬岛 那南海在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没有对手的 东亚一带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比较强大 所以呢包含了这个南北韩 中国日本常常会看到附近近距离的互相较劲 不断在发生 而日飞啊 他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在做一些准备 将在三月底左右获得一些新的防御能力 说是要来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一些军舰 这个防区外的一些武器 将会在三月底逐步到位 好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立将军 立将军怎么看 现在这个两岸真的是已经兵占了吗 因为看到这个东部战区 每天微博都好多讯息出来 这次东部战区 这个我觉得岸田文雄讲 这个我们这两天看到国防部自己发布的 这种攻击舰围台的这种相片里面 它的图里面 其中我特别注意到是在台东外海地区 有一艘直升机在那边 连续两天都在那边出现 我跟各位讲 这艘这辆直升机绝对不是从大陆起飞 到这个地方停两个钟头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052D 或是是有可能054飞弹护卫舰 已经在外海地区 在这个ADID的外海地区 这辆直升机一定是从那个舰载 这个052驱逐舰或者护卫舰上面 飞到这个地方来 在这个位置停留两个钟头 他在做什么 一定是反潜演练 针对我们的海昆号演练给你看 我就在这个地方演练反潜作战 所以这对我们威胁是 已经是很明显的一种威吓作用 但是我们国防部来讲 只是公布一张 这个示意图在这个地方 但是并没有表明说 这下直升机在这个地方 它的含义什么 但是很遗憾的是说 我特别注意到说金门钓客 我们原来以为说是 金门的老百姓他们出去玩 金门老百姓出去钓鱼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虽然说在目前金下海域 发生这么兵凶战危的状况 但是因为金门老百姓来讲的话 他们金下一家亲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仇恨 也没有什么互相的这种危害 所以金门的生活还是保持很正常 但是我意料不到 居然是一个军人 会跑到海里面去钓鱼 这真的是我必须要讲匪夷所思 以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金门到海边的话 一直到现在为止 金门是军人是绝对不可以到海边的 更不要说出海 为什么你只要说以前来讲的话 你只要出海的话 一定是予以及毙 对 用迫击炮 我们那时候用迫击炮 迫击炮一直追着打 甚至海龙蛙兵去把人抓回来 不抓回来 你海龙蛙兵就算是作战失败 那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可能是叛逃 所以去年才发生 恶胆的士兵跑到大陆沿海去 那今年怎么会让这个士兵 又跑到海里面去 尤其是去年来讲的话 恶胆那个士兵逃亡 可能还只是一个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 兵凶战危状况 现在金门已经这么严重了 居然这些银店长在干什么事情 真的混饭吃很严重 你怎么会一点精神动员都没有 一点管束约束都没有 让这些士兵可以放假 跑到海里面 然后坐船出去 这非常非常 可见的金门来讲 第一线的手军根本毫无战备意志 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一天长一点点的那种 一点点的警觉 或应变的那种心理的都没有 那这种部队怎么去打仗 尤其是在这时候 国防部长已经忧虑到睡不着觉了 就基本上基层的官兵 我跟你讲 这只是一个冰的事情 这只是冰山一角 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银店长 根本就没有在管事 我特别要这么讲 这些银店长在干什么 金防部司令你在干什么 你有没有集合部队 让他们做宣誓 让他们做精神上面动员 或提高他们战备意志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做的话 你怎么去应急作战 所以从这件事情 让我感觉到 金门的国防部根本完蛋了 金防部你根本就完蛋了 你根本一点战备意志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东西 都让我看到 因为我们这种 在金门单身过的守备的官兵 我们知道这种情形 其实我可以说 金门大概已经失守了 国防部你干脆撤军回来好了 从这件事情 真的是你干脆撤军回来 真的像亮哥这样的撤军 一点战斗意志都没有 回想1996年 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线 是在干嘛 我们在写遗书 我们那时候在那边写遗书 所以我官兵都在写遗书 现在来 现在是钓鱼出去 酒照喝 鱼照钓 对不对 这个舞照跳 那你现在来讲 你还什么拼什么答案 如果说一点作战意志都没有的话 你还谈什么保家卫国 这边干脆撤回来算 来 老师 不晓得该怎么讲 可以感受到 立将军的愤怒跟生气 因为我以前是在救国军 那个时候在防空救国军 我在突击队 我们在东营岛 所以有一个岛 他是在南营 东营西营南营 南营岛旁边的一个岸礁 一个小岛 无人岛 然后大陆那边的人 把旗子插上去了 我相信不是军方插的 应该是大陆的一些游客 或者是一些民众 但是那个岛礁里面 会有很多的岸礁 所以通常大船是上不去的 都要小船上去 上去以后把这个旗子插上去 但是台湾为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有作为 我们原本在东营岛 也有一个两栖侦察连 就是我们叫做成功队 也就是蛙人部队 有一个连 后来这个连裁掉了 原来这个连的任务 因为刚刚立将军讲的没有错 我们陆军的 我们是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离岸的 这是规定 我们唯一能够上船的 就做我们自己的军舰 要不就是做我们的运输 这种小舰在东营岛到西营岛之间的穿梭 但是渔船 民船是绝对不能做的 因为这是很严格的规定 我们个人也不能够下海去游泳 这也是很严格的纪律上的规定 好 以前还有两栖侦树联 所以他们会在海域岛附近里面做巡逻 现在把它撤走了 撤走了以后 那么大陆的朋友就插上五星旗了 那就代表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了 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 当时国防部到底是谁 决定要把这个岛的成功部队撤走 这个决策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 事实上是有问题了 它离大陆没有像金门那么近 它是更远 它是离马祖都离大陆更远一点 大陆的船都已经到这个岛礁上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防卫部门 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很多地方 真的是做得很奇怪 我们都不太能理解 所以你看这基本的事件处理 台湾的民众对于民进党政府 不满的程度这么的高 这代表什么 隐瞒 欺骗 没真相 没给人家一个交代 然后做到连台湾的民众 都看不下去了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处理 这个就是蔡英文政府 现在赖信者问到该怎么接这个政府 他要不要把人都换掉 要不要全部都好好的整顿 我看到李文中也讲话了 李文中也觉得说 这个八年以来官不像官 然后每一个人碰到事情 就是推卸责任 找解释 找理由 唐赛 然后没有人负责任 这个已经把整个八年以来 把这些政务官搞得不像话 也就是每一个人只要去推卸行事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觉得蔡英文在这部分里面 对台湾的政治 真的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 另外有关于日本 日本很明显的在挑拨菲律宾 那么他一直在资助菲律宾 他希望菲律宾在南海 跟中国大陆闹大一点 换言之也就是说 日本人其实是在利用菲律宾 跟中国大陆搞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好处 好 蔡英文老师 我刚刚听到丽将军很激动 我在这边稍微 因为我本身算是在两位 都在外长服役很久的人 算是一个比较 算是老百姓吧 就是活老百姓了 不是死老百姓了 就是说我基本上 我要补充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 从大年初五到现在 就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件事情 大家看得很明白 那个民意调查显示出来的结果 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就是很反对 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 大家对民进党政府 所错立事情有如此反对的 大家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边 在那边质问 大家都问了很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搞的话 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个前居后宫 然后道歉现在无济于事 情势非常非常的紊乱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危险都谈不上了 就很乱了 都不知道到底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刚刚立将军讲了一件事情 在这边我们也讲到 就是说民进党应该很高兴 金门不要了 但是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做梦了 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整个这个危机 已经扩及到台澎金 可以见得 因为东部战区原来在发布了一张 这个叫回家的 有四代的视频的海报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面 就是说从2022年的8月2号 佩洛西串访台湾以后的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演习不但没有停止 它是本身已经扩大到 金门 马祖 然后澎湖岛 所以说台湾的东部这些 都已经完完全全在属于 他们演习的范围 所以说要出事 就台风金宝一起出事 不可能就说只有 趁了民进党的意 就是只要拿下这个外岛而已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智库 对于台湾的目前的国防 他们也非常清楚 我强调一个消息 就是说是他们除了弹药不够用以外 他们问出一些非常有逻辑的问题 他说台湾本身来讲 既然是一个岛 又没有什么自然的资源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这个电力的维持的话 当然要尽量靠核能 但是我们在台湾的话 出现了一个反核当成政治正确的解读 这个导致他们觉得前后是矛盾的 说句良心话 我刚刚听到丽将军一讲 我这在旁边都忍不住想跟他讲 其实就是准备要放弃 就是说感觉上 国防根本就通通放弃了 我刚刚很想讲 早知道你就不要退伍了 你不退伍说不定还有点管用 因为这种实际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觉得危险的人 讲话都没有人要听了 然后邱国正被批评为自走炮 就叫你不要讲话 实际上的话 我们就等着挨打 然后叫美国人来替我们打这一招 这个想法就很简单 那对于你来讲 因为上次我不知道你讲 你就讲说我们军人绝不投降 我们要战死沙场 马哥果世 我听起来是很感动了 但我回去一想 真的是也是没办法 很无奈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国防意识 台湾这边 大家都等着这个命运的发展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一半